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会说刹车不是挺简单的吗 踩踏板这个车就会慢下来 没错是这样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的驾驶者 都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车的 最好的刹车性能给发挥出来 那么下面我会做一个示范 首先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大部分我们身边的驾驶者 他们是怎么刹车的 比方说我用一个日常速度 40公里 好 一刹车 对 你看 这个车缓缓的停下来 在整个过程我们听不到什么声音 基本上也是我们日常在市区里面开车 就是这样去停车的 但是真正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刹车呢 下面我做一个示范 还是40公里 然后 对 可以看到 这回的刹车我们有几个特点 第一刹车距离单比刚才要更短 第二呢在整个刹车过程中 我们听到这个刹车踏板 车的底盘 传来那种很频繁的哒哒哒哒那种声音 实际上这个就是车辆的 ABS防暴死的制动系统在生效 ABS防暴死制动系统的作用呢 就是当我们踩死刹车踏板的时候 它会用一个很高的频率去一刹一放 一刹一放 这样的作用呢就防止车轮暴死 因为只要车轮一暴死呢 它在地上就会失去了方向性 这个车就会随便摆 比如说我们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 如果刹车太用力了 后轮一暴死 自行车就会摔倒 那也可能因为大家都有骑自行车的这种经验 所以呢很多人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 就不敢把这个刹车踏板一脚踩到底 或者说一踩到底了 就像我们刚才这样 听到那种哒哒哒的声音 以为这个车要出问题了 马上又松回来 那这个都是常见的错误 所以说我们要做到的 就是用力很快的 把右脚挪到刹车踏板上 把刹车踩到底 而且踩就不放 不要去害怕这个声音 刚才呢我们教过大家怎么样 一脚到底 充分发挥这个刹车的最大性能 那么下面呢我们会做一个 关于刹车距离的测试 大家看到呢 这里我摆放了一个定点的刹车点 每次呢我会用不同的速度 从这边开过来 然后到了这个点呢 我会非常准确的在这里开始刹车 然后这后面呢我们放了一列的雪糕桶 每个雪糕桶代表5米的距离 分别是5米 10米15米20米 那么每次过来我会用20 40 80这三种不同的速度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速度对应的刹车距离 到底需要多长 下面我们来实地测试 这回呢我们用20公里的时速 这是一个日常在小区里面开的一个很低的速度 我们看看刹车距离怎么样 好 我们已经停下来了 看到呢 这个距离非常的短啊 这回呢我会把速度提升到40公里 这回呢我会把速度提升到40公里 在日常市区的马路上 我们比较会常用的一个速度 好 40公里 刹 OK 我还是重重的把刹车踩到底 看一下这个距离 其实 基本上还不到5米 这趟呢我们会坐的比较高速 用到80公里 就是在我们高速上 或者说城市快速路有可能用到的一个速度 好 时速80 这个时间感觉就比刚才要长多了 基本上在一边刹车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一个很漫长的打脚的时间 这个车呢也用一个很大的减速度把你刹下来 那么在整个刹车距离下 我们待会再下车看看有多长 好测试呢我们已经做完了 现在来总结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的刹车点在这里 当我们的时速是20公里的时候呢 基本上只用了1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把车踩死 时速增加到40公里的时候 其实距离还是非常短的 还不到5米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把车停下 但是当我们把速度提升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远了去了 我们从双筒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到了23米到25米的这个距离 而这边只是5米和1米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速度跟刹车距离并不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 甚至呢也不是成平方的关系 在我们开车把速度提升的时候 我们应该意识到距离会大大的增加 我们要预留的刹车时间和刹车的空间都要更加的长 这个测试非常有趣 但是我想这个意义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深远的 广汽本田